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两栖部队的登陆 这所谓的三招公岛的过程当中 他也一再强调事实上台湾也备妥了固安计划 这个形式我们应该怎么看 一旦中国真的对台湾发动战事的话 真的不会去评估它可能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那台湾真的会让中国予取予求吗 从这个易斯安的新书里头 似乎已经是披露中国已经拟定 全面性的侵台的联合公岛的计划 好 2020年他是说要完成所谓的完备的一个军力 对台湾发动进一步的海空封锁 轰炸跟这个两栖登陆的计划部队 易斯安所传达的讯息里头 包括了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在接掌军权时都已经确认了解放军 不只将在2020要完成军事改革 也将在这个之前要部署足够拿下台湾的军力 好 从有限的解放军的报告跟外里的文件当中 梳理出中国的侵台计划的概要 他说有三个阶段 来 我们看看到底应该怎么进行解析 现场当中为您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为我们解析在当前的态势 包括真的吗 有攻台的计划吗 范世平老师也带来他的一个解析 有什么理由真的会攻台吗 现场为您邀请到包括国会观察机器问题 董事长 杨立平老师 大家晚安 好 这是丹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 欧明显老师 大家晚安 前雄三飞蛋总工作室张传大哥 大家好 还有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老师 大家好 民讲习立法文 王定宇 小军 大家好 司事媒体员周一寇 大家好 还有陈英荣带来他的独特的观点 小军姐好 大家好 包括了政治人物 在这一个特殊的氛围的状况底下 要观察 蔡英文总统最近所释放出的谈话 包括在立法院 行政院长赖清德 又勾勒出什么的氛围 包括现在政治人物 柯P所展现是一个什么政治倾向 等一下陈英荣就会来告诉我们 首先我们看这个最新的态势 我请教授翁老师 怎么样来看 共军2020拿下台湾这个论书 我们也知道 当解放军要解放台湾 当解放军又攻打台湾 无时无刻都不在做这个事情 无时无刻不在做准备 但台湾真的相情之下 台湾有这么脆弱吗 当共军的确可能全方面的封锁跟轰炸 包括了两栖部队要登陆台湾的同时 他不会去评估 他肯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汪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义士安这本 中国威胁台湾这本新的书的出版 基本上跟我们国防部 历年来的国防报告书 他所披露的 中国对台的 所谓的 所谓的导弹攻击 然后再来全面封锁 然后再来所谓的三机登陆 然后最后全面占领 那么这样的一个军事占领的 类似的场景是非常类似的 那换言之 当美国的一个这样一个 2049这样一个军事战略的一个研究所 所提出来这样一种想定的话 那跟我们国防部的这样想定是不模而 那么显示出来说 那么解放军对台的相关的作战准备 是已经有这样一个计划 那根据他的一个分析 他从这个所谓的解放军的相关文件 得到这些资料 那就我的看法来看的话 那么因为美国阶子 2049在做研究 美国兰德公司也在做研究 那么基本上他们都有相同的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解放军为了这个逼死台湾 不管是以武逼谈 或是以武逼降 或是所谓的以武全面共同台湾 那么他有不同的想定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在这个时候出现 当然是提供给台湾一个很大的警讯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台 不管是要进行和平统一或武力统一 他都在做准备 那么我想我们要回到2002年的时候 那么中国大陆在进行16大 所谓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 那那个时候是胡锦涛主政 那么他提出一个所谓的对台 作战的一个准备方案 那事实上在2002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2007年要达到对台湾的应急作战能力的准备 那么2010年那么他的对台的战力要超越台湾 值跟量 那么能够有两栖全面封止能量 那么到了2020年要达到全面能够攻占台湾这种决胜能量的建立 那换言之从2002年开始的时候 中国大陆已经在预备这样的一个对台 所谓作战的这个模式来看 那么这个是一个无可否论事实 那么又加上2013年 那习近平上来之后 那么他强调中国梦 强军梦 那他强调解放军要建构一个所谓的远战速胜 那么这个近战决胜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换言之他要建构一支解放军能够招之即来 来之能打 打能胜战的一个解放军 能够强调实战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他在诸日和的演练当中可以看得到 他要建构一个战争是能够打赢这样一个四边战争 所以在这种道理下 那么台湾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军事威胁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过程来了解到说 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战略主轴就是要来让台湾在这个极短的未来 能够达到不祥而战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样一个不祥而战 当然还会通过其他种方式的一种结合 所以伊斯兰安这本书基本上是让我们再次了解到说 中国对台的武装力量准备是其他有事的 并不是空前的一个想法 是 从2007一直到2020 他的军力必须要能力可以有攻打台湾 事实上他是有他的步骤的 所以当这个中国入侵威胁 披露中国联合公岛的行动计划 从这些细微里头看得出来 第一个他勾露出所谓的三招来攻打台湾 全方位的一个封锁跟轰炸 执行全面的海空封锁 对台湾的1000个目标发射大量飞弹 春秋为青台的合适时机 包括了两期登陆作战 军舰从海上攻击 派2000部队来登陆 总计派出40万米的兵力 包括桃园被认为是最佳的登陆地点 从解放军的文件资料当中 他也披露岛上的作战当中 以绑架或暗刷的方式袭击台湾军政领导人 拿下台北之后攻占各大城市 然后占领全台湾 伊斯兰身为美国2049计划研究员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也特别提到台湾事实上也展开了固安作战计划 以中国全面入侵 美军持援失利为主题 好 美军的角色出来了 美军的持援失利为主题 是不是美军没有进一步的奥远 那我们要继续称 可以称得上 等一下听听看 来自于国防部长 在立法院所讲的两周以上吗 他说如果全面入侵 美国的持援失利具备弹性并且定期更新 基本假设是两栖作战 将北京拖入的消耗战 OK 显示台湾是有所准备 让北京拖入的消耗战 可是我们发现伊斯兰 伊斯兰他在去年10月18号 他对于台湾的长期研究里头 曾经他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台湾应该要考虑在太平岛 包括在东沙 他在去年10月18号 伊斯兰曾经建议台湾应该要慎重考虑在太平跟东沙 来部署军队 而今天呢 我们也看到他站出来去解释 他说我不是这么断然决定2020他会攻打台湾 而是引用了国防部在2013年10月1号所发布的国防排皮书 要提醒所有的相关人员 台湾所面对的威胁是严重而真实 不要只专注在北韩还有南海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呢 张成大哥帮我们继续解析之前 我们就让你听听看 我们的国防部长冯世宽在面对的立法员 那么赖斯堡在质询时 他特别提到 当然一方面最近大家在针对这个法理台独啦 或者是这个华读的问题 询问的是刑政院长赖清德 但是呢他进一步来问了 他说呢他随后问这个冯世宽 就是说如果呢共军犯台 国军呢到底可以撑多久呢 过去都说国军可以撑两周 那现在国军可以撑多久呢 来听听看国防部长冯世宽是怎么说的 保护你 真的两个党党可以撑多久 这个是战略的问题啊 我想不应该在国卫一堂来打 以前我问了 我以前我问了那个哪一个部长 李天宇部长他跟我去讲啊 两个礼拜啊 你又查一查我就问 他跟我讲国防部长 他说讲两个礼拜 可以撑两个礼拜 他只能打两个礼拜 我不止啊 可是我在这里不可以告诉你 不是两个礼拜 所以错误有一等老美来研究 是不是 等老美来研究啊办手办 他当部长跟我之间距离了一段时间 我们整兵精武 有更大的实力 所以你不要厉害 能够战略持久更久 另外你小三复权可以打船啊 对不对 今天的军舰还撞上船啊 我看到我们的国军啊 像像碰碰床啊 我们的军舰去打 去撞那个山船 今天发生了 那个不是我们军舰被去撞人家 是人家来撞我们的 我们撞到码头他来撞我们的 张二哥从专业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所谓的撑两周以上 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看到共军 他全面性的对台海发动这种海空封锁 包括了轰炸跟两栖登陆作战的话 我们的国军真的会有那么弱吗 来张大哥 我想在解析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把我们台湾的局势 跟大家做个分析 台湾是个海岛 那如果共军要占领台湾的话 他必须做登陆作战 那我们把这个登陆作战 这个模式呢 我们回到那个古临头战役 当初古临头在厦门湾里面 他三面被大陆围着 那大陆中共那时候为了拿下古临头 他登陆了古临头了 可是为什么后来他们会失败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补给不足 先头部队上去了 可是后面的补给上不来 那这个中间牵扯到一件事情 就是中共在那个时候的渡海能力怎么样 有没有足够的军力 有船团可以把兵力送上 后续部队送上去 包括后勤补给等一等的 那现在回过台湾 我们看现在整个台湾的结构 他如果要整个来登陆台湾 按照义安他所讲的整个计划 派出40万到百万部队的战斗部队 要登陆台湾 那假设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现在可以空降 除了两期登陆之外 那中共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有没有那么大的实力 把这么多的部队送过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我们把比较正常 正规的整个作战结构再看一下 一般的作战分两大块 叫有形战力跟无形战力 我们目前在谈的都是有形战力 那我们就从有形战力先切入 有形战力大概也分成两块 一块叫做情报的征收 另外一块就是 我们看到的枪炮弹药 那情报征收的部分 我方的部分我们必须保持机密 我们不谈 但是我们假设 我们情报征收问题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 两方的军力的比对 这张图是在今年汉光演习的时候 国防部所做的一个估计 就是2025年的时候 台海保卫战 红南军的兵力增见 我们把重点先放在红军这边 因为现在是 现在是讨论是他们要攻台 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歼20跟歼31 就都已经服役了 预估有1700架 那歼20是他们现在 最先进的隐形战 重型隐形战斗战斗机 除此在防空部队部外 有S300防空飞弹 今年要开始部署 那对我们台湾的弹道飞弹 有东风15 射程带500多公里 跟东风16 1500公里 可以整个涵盖我们台湾 这是他们在空U的部分 在海上的部分 他们辽宁号 目前即将要担任战备之外 他们001A航空母舰 也开始下水 在做测试 那到2025年 不是2020年 2025年 它会有2到3个 航空母舰的舰队 那最重要在登陆部分 就是他们在 2025年的时候 准备有把现在2万的 海军陆战队的部队 增加到10万 10万 准备有更入 另外还有一个 第15空降师 他们专门要空降台湾的 这是中共 当初在规划 2025年所具备的战斗实力 那我们就假设 以这个重研 我们料敌重研 就这么严 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 中共对我们的威胁 我们从一步步来看 一步步来看 怎么反制呢 对 一步步来看 一开始的话 刚刚提到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 制压跟封锁 制压跟封锁 最重要的呢 就是弹道飞弹 刚提到的东风15 东风16 部署在福建 广州的弹道飞弹 是对着我们台湾的 好 那弹道飞弹的集结 一定有征后 我刚提到 征收的部分也不谈 一定有征后 那我们国军呢 是不是完全没有 反制作为呢 其实在 李杰当国防部长 就公布了 我们有战术性 暗制火力压制飞弹 它的射程呢 绝对够得到这些地方 而且这些位置 它们可能的发射点 都已经在国军 标定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在早期 也许有1500颗的弹道飞弹 现在对着台湾 好 那但他们只要有作为 我们就可以早期 火力压制 作战第二件事情 重要的就是电磁拳 通讯 雷达 新型的战争 对 新型的战争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取得电磁拳的部分呢 这阵子在国防科技展 航太展 我们所公布的建翔机 公布的建翔A 都是对这个雷达 对通讯设施 做破坏的一个重要的 我方的反制的 质押的武力 那接下来呢 就取得制空权的部分 虽然对方有S300的导弹 也可能有兼20战机 兼10战机 或者兼31战机 要慢慢开始服役了 但不要小看我们 我们在自敌先机的概念上 是不要等到你起飞 我再跟你作战 所以前阵子 我们报道了万箭弹 是 我们把它称为说 反倒 反跑道 我在你起飞之前 我把你跑道先摧毁掉 我在你起飞之前 我把你的机场的电力设施 先摧毁掉的万箭弹 起飞之后 我们除了IDF 幻象2000 跟F-16V的战机 可以迎击之外 我们的攻三 攻二 箭一 箭二等等 都可以对 制空权的部分 我们取得一个制衡的部分 假设我们真的走到第三步 所以要强调的是 你要海空封锁 你要两栖部队要登陆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 我是不是强化 这个万箭弹的画面 让观众朋友看 因为昨天张大哥 张成大哥也特别提到 万箭弹的部分 终极测试 我们看这个全画面 因为射程200公里 可以对福建广东的地面 展开攻击 它的射程的部分 因为超过200公里 这一次从中科院 它的一个量产的 你说反跑到 急速巡异飞弹 万箭弹 对不对 好 画面当中 其实我们知道 在9月25号 在屏东的九棚基地的 外海间进行 最终作战的射击验证了 同时有空军 金国号IDF战斗机 发射这个量产的万箭弹 好 我们看绕行200公里 成功将海上的目标 那多个目标 全面来摧毁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IDF 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有100多架 我们不用说100多架 127架 其实只要30架 可以成功挂载万箭弹的话 我现在对中国来讲 应该构成极大的威胁 对 它跑到了破坏 它飞机还没有起飞 我们对浙江 广东 福建 沿海的机场 我们都可以把它破坏掉 那万箭弹当中取这个名字 就是万箭齐发 它的万箭弹有一个特质 是它是一个母子弹 什么意思呢 它本身是一个滑翔翼 滑翔的一个弹体 是一个巡异飞弹 它到达跑道上空 它会抛出很多的子弹 那些子弹呢 刚刚讲极速 是cluster 极速大弹 它可以破坏跑道的结构 让战机很难起飞 因为它修复跑道要花时间的 那我昨天有个口误 就是那个80分钟 绕行200公里 它这是次音速的一个巡异飞弹 我昨天口误说1.5倍音速 我这边跟观众朋友做个道歉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 那个自海作战的部分 自海作战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中共的航空母舰舰队 它的东海舰队跟南海舰队 预期会先配处 它们第一个航空母舰 跟第二个航空母舰 就001跟002 应该会破坏东海南海舰队 那它对我们台湾 所防卫所造成的影响 是以前我们的东岸 是比较安全的 现在东岸也变成是一个 暴露在威胁之下的 那对我们这方面是有些影响 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有熊二有熊三 熊三飞弹当初在整个设计上 就是所谓的航母杀手 我们的目标就是针对航母 能够产生一些破坏力 那除了针对航母之外 它们航母的护卫舰 不管它们052D 052B的护卫舰 就是驱逐舰 我们都可以做有效的嚇阻 这是自海的部分 假设它们进入到下一个步骤 开始登陆了 真的登陆了 真的登陆了 中共一定会用野马的气垫船 这个野马气垫船其实战力是很强 它上面可以带着将近一个牌的兵力 跟所谓的机动运输的车辆 整个就冲到我们摊头上 然后整个就下来了 但是不要小看 我们有雷霆2000 雷霆2000在中科院的经营研发了非常久 而且现在这射程不断的在延长 目前虽然只到45公里 射程更长的雷霆2000也在研发中 之外还有阿巴西攻击式升机 对于在渡海或者在已经登陆的船团跟陆战队的 抢探都可以做有效的歼灭 最后如果到了地面作战的时候 当然刚刚讲到桃园 桃园那个地方当然有很重要战略的性质 比如桃园机场就在那边 如果他们现在把桃园机场控制住了 那后面的石垣就容易进来了 第二个桃园机场离台北港很近 就是在淡水口台北港很近 所以这对他们讲是个很重要的战略位置 最有可能就是这种空降 因为桃园是个台地 如果用陆战队来抢它的话 它有它的难度在 那如果整个空降在 比如说现在高铁以西的那块 是相对的容易的 但是不要小看 我们在新竹湖口那边 有我们的战甲车部队 在那边背变着他们 并不是你来了 我没有准备 也就是整个国军在 对中共的整个作战计划 作战作为里面 我们也有我们的反制措施在里面 那我特别想提的是第一段 第一段 就是最前面那一段 所谓的它的三招攻倒当中的 第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的质押火力的部分 质押火力的部分 这也许是国人以前 比较没有注意到的 譬如说因为最近才公布 所谓的箭翔机 就是所谓我们讲的 类似以色列的Harpy 或者GNA 这个反辐射飞弹 这一些所谓的质押火力 我们中科院不是今天才开始做的 像我们刚提到的万箭弹 万箭弹这个概念 在美国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是1996年 开始出来这个概念 可是我们中科院 在2005年的时候 万箭弹的雏形就已经出来了 就已经开始在做验证了 也就是说中科院 在很多的作战思维上面 应该讲整个国军 在作战思维上都走在最前端 我们老百姓不用那么担心 可是我们最需要担心的是哪一段 刚刚讲有形战力 我们准备好了 比较担心的是无形战力 无形战力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对国家的认同 对战争的准备 我们老百姓对战争 即将来临的心理认同 有多少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譬如说今年 明年就要勿兵制了 全勿兵制了 那这个会不会冲击到 全民国防的思维 就是老百姓对上战场这个概念 到底在心里摆了有多少 我们需要考虑这一段 非常好 无形战力 我们这两天在讲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往往很多化身为情治人员 而在国内 这个相当特殊的氛围当中 有一些特殊政党在从事政治行为 他已经是明目张胆告诉你 我认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进党执政底下 怎么面对这个情势的休息片刻 包括王定宇 还有范老师 姚立敏老师带来精辟的解析 很容易可以看出很多政治人物的真面目吗 在这个特殊氛围里头 包括了柯文哲的政治光谱 到底是什么 站在哪一个地方呢 等一下叩叩姐包括余蓉 带来他们的独家观点 马上回到新台湾加油 观众们晚安 我是廖小军 持续锁定新台湾加油 美国支构的学者在新书当中特别披露 中国拟定2020的攻台计划当中 事实上有台湾相对性的阴影措施 民众要观察是在十九大即将要登场 十九大之后 真的吗 习近平在他的权力稳度之后 有可能会做出一些重大决定 比如说两岸开战的决定吗 可能吗 当然北京的智库 我们看金灿荣 他特别提到的是 习近平在任期结束时 会把南海还有台湾的问题一并来解决 这个到底可能性有多高 又传达出什么讯息 中国真的到目前为止 有攻打台湾的理由吗 等一下我为你解析 赖清德院长最近在阐述中华民国论述当中 所勾露出一些蓝绿的政治板块 正在游移当中吗 当然我们也看得出来是 台湾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所谓的理应外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包括许多的帮派 他们假借着所谓的政治行为 化身为在台湾变成是新的第五纵队 这样的情势怎么去面对呢 今天为你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包括在现场当中有王定宇 周一寇还有陈玉荣 包括了国会观察基金问统上 姚立明老师 还有呢 温明显老师 包括了前雄三飞弹总共同事张成 来到我们现场 范世平老师 在这一方面一直长期在研究 台湾怎么因应最新的情势 首先我们看 这是统数党在礼拜天 在十一国庆祭当中 白狼特别高喊的是 拥抱中华人民共和国 类似这样的一个言论 类似在台湾这块土地 认同自己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到底有多少呢 来看这个大现场 我们主要的诉求 其实我们都很热爱中华民国 可是中华民国的国魂 已经淡然无存了 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 只剩一个招牌 而且这个招牌变成这些 汉奸日奴卖国集团的护身府 这个招牌我们都很喜欢 可是这个招牌底下 已经是国魂淡然无存 完全变成这批汉奸集团的护身府 所以我们不要再捍卫这个招牌 事实上今天中华民国四个字还可以存在 是靠武敦义吗 是靠马英九吗 是靠我们吗 都不是说起来很可笑 今天中华民国四个字还可以存在 是靠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靠中国共产党 今天你们敢拆这个招牌 我就打你 所以赖清德讲了一天不敢讲了 再讲了 这个招牌是靠中国共产党 所以才可以在台湾存在 好 这个大现场当中清晰可以听得出来 认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看到事实上包括在这个 除了伊斯安提出2020 在中国的军力的提升有能力 可以攻打台湾的同时 台湾也有因应的措施 刚刚张成大哥特别提到 不管在国防自主当中 我们的军力怎么去提升 因应中国有计划性的解放军攻打台湾 你也看到这是在去年 去年的7月23号 中国人民大学 他是国关学院的副院长金灿荣 特别提到 他说如果蔡英文没有接受 九二共识又连任的话 两岸就会进入冲突 中国会以观察 施压对抗冲突四阶段 处理台湾问题 过程中会流血 而且主要是台湾人流血 推算最快是在2021年 金灿荣是提到了 可能是出现在2021年 那薛瑞福在这本书 伊斯安这本书 引起大家讨论的同时 我们看到 升委2049计划的执行长 薛瑞福是这么说的 美国对中共与台湾的政策 很大程度仍然停留在 1970年代的后期 现在美国应该找到办法 将台湾军事能力整合 到美国的区域安全架构当中 那很显然他也认同 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 北韩跟东北亚的局势 不要只着重在这个地方 中台之间极可能会爆发 任何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应该要高度去关注他 那特别就是 美联社台湾分社前主任 温义德 他在去年7月20号 他曾经也提到 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 三大条件已经渐趋完善了 预估2018年的下半年 可以部署完成 他的时间认为是在 明年的下半年 那我们看到在整个情势当中 总统府终于有回应了 林航明是这么说 府方没有评论 引用资料可信度也无法评论 国安单位都有掌握情势 冯事官当然认为 在国军的实力更大 共军半台可以称的不只是两周 他认为是两周以上 而国政基金会的高级助理研究员 接种是认为 中共正在进行国防改革 兵力最弱 如果是在建政100年后 他是讲是2049年 半台的胜算才会提高 他反而时间绕在2049年 好 这是相关的蓝绿的立法委员 他们所做的观察 我想请教范老师 目前为止 中国攻台有理由吗 来 范老师怎么看 的确很多人认为是2021 为什么2021就是 中共强调两个100年 这习近平上台讲到中国梦 两个100年 一个是建党100年 第二个是建国100年 刚才讲过建国100年是2049 那建党100年就2021了 所以说金灿荣讲的就是建党100年 第二个就是说习近平的任期 第二任期是从今年的中共十九大 这个月要召开 一直到2022年 所以他们认为说 在习近平卸任之前 他未来要对台工作有成果 他可能会用武力这一招 但是这都是一种假想 我认为这个不太可能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习近平是2014年的3月 才正式推动所谓的军事改革 我们知道他成立了一个叫做 这个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 他自己担任小组长 然后第二个他开始就是把郭伯雄 徐才厚两个这个所谓的军委会的副主席 给拉下来 然后进行的军事改革 到2015年11月正式推动 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军改 还在进行当中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高级将领 都是因为贪腐而被抓下来 包括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 总参谋长黄峰辉 这是明显的例子 所以高级的将领都贪腐 靠送红包升官发财 所以这样的军队 请问怎么打仗 但我们知道中共这几年 他在这个军队的硬体上面 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但在软体方面 要人才的培养上面 要短时间能够接上来 接上这个梯队 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认为2020年距离现在 其实还是比较短的 第二个就是讲说 它是不是有真的对台动武的 正当性跟合理性 我们知道这个德国的军事家 克罗塞维茨 他讲过一个名言 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延长 什么意思 你任何的战争 背后都有政治意涵 你说你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 台湾如果今天 不采取所谓的法理排毒 不所谓的修宪 变更国号 中共事实上 它没有理由 没有正当性对台动武 你不能说 因为我看你台湾不爽 我是要打你 或者说 我认为我要统一了 我就要打你 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 台湾在国际上 大家都公认 它是一个政治的实体 那你今天你一个非民主的 你是一个威权的国家 你要摧毁台湾一个民主的政体 我想在国际上 是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这从公理 从正义来讲 是不会被国际将所认可的 而且中共现在强调 它是一个负责任大国 你要跟美国平起敌坐 你现在要基兔 那你要成为一个老大哥 你做任何事情 你就要谨言顺行 你不是像 爱谁 我要打谁又打谁 或者像毛泽东 当时要打金门就打金门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他要顾虑的事情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 我觉得是这个中共 他必须要在这个国际上 有最实力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 他们讲的 就是这个伊斯兰讲 他讲的是这种突袭的方式 可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叫做突袭 我们的国军 其实每天都在想一件事 就中共什么时候突袭我们 所以我不认为 这个什么有 那解放军也 分分别又也在思考 随时要怎么攻打台湾 他也随时在做准备 不是吗 对 可是我们的国军 任何想定 都在想的一件事 我们的任何兵器推演 都在想中共 会对我们突袭式的攻击 所以我们其实这方面 有很多的规划 那中共我们知道 他的敌人很多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 就是中共 他的敌人很多 你看美国 日本 印度 越南 就是跟他 这个直接的一个敌对关系 那北韩他现在 跟他某种也不好 他跟俄罗斯的关系 事实上冒合神离 所以我觉得他的敌人 其实非常多 那我们是有一个 只有我们可以集中 我们的心力来对付他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而且我们的国军 其实这几年 我必须要讲 就是这种创新的 不对称战争 慢慢越来越重要了 什么叫创新 不对称战争 就是说我们例如 我们用了这个 所谓的自主性的 无人的飞行载具 要利用我们的AI 人工智慧 台湾的AI 人工智慧是很厉害的 那我们就是用无人机 例如你一个战斗机过来 我们用非常 几十架的无人机去包围你 让你非常难以 完成你的动作 因为你必须要 好像一个舱颖 一直在旁边飞 那无人机 它没有驾驶员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一个优势 还有现在甚至连海上 都有这种所谓的 无人的潜水的攻击 的飞弹 老弹 它等于是 有点类似像云雷 但它也是用 无人追踪的方式 那这种方式 其实是 台湾有非常好的 AI的人才 跟高科技 这个其实是我们台湾 这几年 我们包含我们的国防部 也开始积极在推动 这个所谓的 创新不对称战争 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优势 所以台湾不是说 那么脆弱 你想要两栖登陆作战 要登陆 你要四十万到百万 我就让你登陆 台湾不是说你海空封锁 我就轻轻松松让你封锁 如果在美军的军力 没有持援状况底下 我们可以撑两周以上 两周以上 再加上如果后面 有持援力量 你四十万跟百万 我可以困住你中国的军力 百万的话 中国要想 你要付出的代价 你如果打这场战争 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我相信死伤非常严重 但对台湾来讲 相对的代价 我们也要去进行屏幕 来 汪老师怎么看这个泰神 汪老师 我觉得我们要从中共犯台 它的一个战略目标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它犯台 或是用武力来 进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它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说要逼迫台湾投降 签下降书 那种方式 所谓的一五逼降 如果是一五逼谈 希望台湾能够跟它 签订和平协议 完成两岸的所谓的这种 内战的结束 那也有这种态度 那么第三种方式是所谓的全面攻战 那全面攻战 它要思考到说 如果造成全面攻战 那未来进行所谓的地面战 城市战 原地战的时候 那么它所看到的是一个焦土的台湾 那么这是它所想要的东西 是 是 那么所以如果我们从它那个解放军 对台的战略目标 这个三个来切割来看的话 是 那么它是有它的一个时效性的 因为它今天如果要进行 初然对台湾进行的军事系统是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国防部每年都有汉光演习 那么汉光演习就是一种所谓的台湾防卫作战演习 就是所谓的固安作战演习 每年都要演练 那么换言之后我们会想定 它会用什么方式来攻打台湾 做它的准备 所以在这种话题下 那么它最重要的思考是 如何避免外军的介入 也就是说美军的介入 所以它不需要进行所谓的反区域阻止 跟反介入 那美军这种重要的 所以国防部长讲说 我们能够撑两个年代以上 某种程度是写字 说我们有这种防卫的决心 那么我们会防卫台湾的安全 那么在这种话题下 那么如果这场战争 是台湾自我防卫战争 不是因为追求所谓的台独 或是改变现状的战争的话 那美军有必要 为了维持整个牙类安全 台湾要进入 所以在这种话题下 两个礼拜基本上是一个数据 让我们美国了解到说 在这种话题下 你有机会从容进入的话 那能够维持整个台湾的安全 是 非常好的论点